你好 欢迎收看9月1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针对花莲县青年住宅发生了淹水泄水的情形 县政府特别邀请新北市土木建筑学会的理事长于烈 来调查淹水原因和改善建议 于烈表示说顶楼排水孔只有两个 下大雨根本就来不及宣泄 必须再增加排水孔 于烈表示顶楼那么大的面积至少400平 建筑师子设计的很小 大约1英寸半的两个排水孔 如果下大雨鲜水如何来得及 水积到一定的高度就会高过门槛 从容梯液进来另外一部分可以从管道流进来 就要从二楼走廊电梯开始积水 县政府要不要去追究设计件事的责任是另外一件事 我问他说你怎么设计这么小一个断面在排水 对策解决的办法就是 现在也不可能从七楼五楼再去流 再去打新的排水孔 因为都是你们家里面你也不允许嘛 对不对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 从侧面打 从牛尔墙这边打一些泄水孔 至少就是说让他顶楼不要积水 顶楼积水不是跑到室内就从管道间下来 我想举动都同样的问题 幸福建设处长邓紫玉毕老师将协助设计盘点是否有最佳改善方式 也会要求施工厂商整须维护 针对下水道排水断面不足的问题 会请下水道科和主管单位讨论规划改善 我想是涉及整个区域性的一个排水的问题 就是我们最下游当然是在都市里面是我们的雨水下水道 刚才在这个简报里面也特别强调了两年一次的这个暴雨频率 重现其去规划的 它其实容量就是一小时58毫米的这样状况 那这一次超出了这个保护标准的这个降雨量 当然势必中游的这个道路的边沟 跟社区上游的里面的排水会出不去 因为容量已经满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一定会请我们这个县府下水道科 以及这个道路边沟的主管的这个 我们省道台九县的公共总局 以及新城相当所大家一起来 针对这个排水容量来做讨论 今天住宅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成旭表示 漏水电梯经厂商检验运更换损毁零件之后 目前已经没有问题了 希望这次淹水实现之后 减诊住宅的排水系统用最适合的方式解决问题 记得中文先生为了